现在我们要让你看到的是在这个美式的空间当中很经典的一个画面 就是这个廊道的感觉 对 因为其实在我空间里面常出现 因为其实走到可能在空间中是它无可避免会呈现会产生的一个空间 那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廊道的门片或玻璃格子门跟收框的方式 把它经典的呈现以后 其实你光是看这样的景你就会觉得它很美了 很美式的风格了 对 OK 今天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间 等于算书房的部分让你走到的部分也可以 不要那么走到的感觉了 对 因为它这边有玻璃格子门 然后因为这个书房的部分 就是他先生自己在使用的一个书房 那将来它会有一个就是可能第二个小孩房的功能 或者是兼具客房的功能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部分 它就是四片玻璃格子门 平常你抓到这边它不会觉得拥挤 因为它会有点开放感 然后如果说它要当客房的时候 我们两边有抓了一个窗帘的部分 它可以放下来 平常它坐在两侧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点缀的感觉 你特别是大家现在看到我身后一左一右 这边的展示空间 那是新旧家具的结合喔 对 你会看到就是说 其实屋主本身就喜欢着有这种 华丽度的柜子的感觉 我这边放了一些他先生的一些小搜场 所以这个线板的部分就是我们后来帮它新增的 对 就是这样子的结合 它的感觉是刚刚好 即便是说将来它会是一个小孩房的空间 其实这样子是刚好的 还不错 摆书也不错 对 我们来聊一下好了 这一对天秤座与狮子座的夫妻 他们进到主卧室希望是什么感觉 其实基本上外面已经有华丽度了 所以他会希望回到主卧室 外面的线条还是会进来 可是他就会希望回到主卧室 它其实是有一点放松的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壁纸它没有那么有华丽度 其实它偏的有一点乡村 柔和一些了 对 柔和一些 它其实它还是会可能水晶灯 去衬托一些华丽感 可是说它可能在壁纸呈现的感觉 你进到回到这个空间会觉得 轻松许多 所以它还是有华丽 它的水晶灯或威尼斯巾去点缀 可是那威尼斯巾既然是化妆台主要的镜子 对 很像魔镜 魔镜 是最像最漂亮的日子 照的时候其实会很开心 因为真的有够华丽 可是它等于是说主卧室 你会像基本的固点线条有 然后配一个淡雅的壁纸 去均衡掉那样子的华丽的感觉 就是既华丽 可是它又有那种平衡度 不会太over这样子 OK 窗边的卧榻这一处 我知道可能它做的线条是简单的 然后同样的 我喜欢你在窗边卧榻下灯的方法 就是它希望说角落有点精致度 你会发现它这个样子 其实它每个空间 在小角落的地方 它都可以呈现一些精致的味道 比如说像把手 比如说我们的门 它可能素牙的 然后古典线条带过 它可能在把手的呈现的感觉 它就会呈现那个华丽度 可是两枕是均衡的 卫浴空间的部分 有把外面的一些元素 营蓄进去吗 我可不可以看一看 在这边吗 你来看看 其实你这边卫浴 或者是卫体的门片 我们分得不是很清楚了 对 哇 好漂亮喔 其实因为它当初 那个卫浴的部分我们没有去动 可是问题是它会希望 有一片大大的镜子 那你要知道说一片的大镜子 它可能在卫浴的整片墙 它会很平 所以我们 因为它喜欢威尼丝镜 就是镜面切割的味道 所以我们在卫浴的镜子上面 我们可能也是一样 像威尼丝镜一样切割的方式 再搭两盏碧灯 它就会有那种精致度呈现 你知道吗 这个镜面的做法 会让手握卫浴的空间 刹那间的质感往上要升好几格 这就是设计的巧思所在了 是啊 除了量身打造主卧房之外 餐厅旁边还有一间浪漫的公主房 因为女孩房需要一些收纳的功能 张兴巧妙地利用餐厅 跟女孩房隔间的部分 做成了双面柜 让女孩房的走道 多了展示收纳的空间 这真是一举素得的设计